電影不肯的任務7上映了 除了看阿湯哥炫技外 立的美女也不少 如果對白寡婦或是唐人女有興趣的 可以看我之前的介紹影片 我們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廢話不多說 那我們影片 馬上開始 譚帝紐頓出生於1972年11月6日的英國倫敦 身高160公分 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 媽媽是辛巴威少娜族的公主 爸爸是一名工程師 出場於不肯的任務 第二集中飾演反派的前女友 譚帝雖然在英國出生 但三歲以前是在湛比亞生活的 三歲後才移居英國 就讀聖瑪麗羅馬天主教小學 在一次的訪談中 他曾表示 小時候在修女開辦的白人天主教學校就讀 其實讓他很便扭 中學時就讀特林公園表演藝術學院 業於英國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 學歷算是很高的 譚帝於1998年和英國電影製片人奧爾帕克結婚 兩人於2022年分居 育有二女一子 目前跟他小24歲的伊莉亞·迪亞斯交往 首部作品是1989年的喜劇電影《條情》 第一次跟阿堂哥合作是1994年的《夜紡吸血鬼》 第二次合作就是2000年的《不肯的任務2》 2003年到2005年間則是演出知名美國影集《急診室》的春天 2004年靠著電影《衝擊效應》獲得英國電影學院獎 2006年演出電影《當幸福來敲門》 2011年登上Pay的演講 主題是不同文化背景成長的差異 2012年成立了有色人種女性專屬網站 成立這個網站後 本想淡出演藝事業的談地 反而越來越受到關注 在2016年受到邀約 接下了美劇西方極樂園的角色 梅芙一職 他曾說過過去30年 他看過太多以及親身經歷 美國影視圈的性騷擾 和對有色人種或是女性的不尊重 他也希望可以利用自己的知名度和渲染力 去影響影劇圈甚至整個社會 我是覺得他的外型有一種知性美 跟他的學歷是蠻符合的 大家覺得呢? 蜜雪兒摩納漢出生於1976年3月23日的美國愛荷華州 身高170公分 擁有愛爾蘭和德國血統 一業於芝加哥哥倫比亞學院新聞學系 他的媽媽經營一家安養中心 父親則是在工廠上班 有兩個哥哥 出場於不可能的任務第三集中 飾演阿昌哥的妻子 後來變成前妻 在2005年嫁給澳洲平面設計師 蜜雪兒學生時代為了籌付學費 就已經在兼職模特兒的工作了 沒想到越做越順手 乾脆在剩下一學期時 修學專心往藝能界發展 首部電影作品是2001年的香水 之後客串不少電影 而在不可能任務三飾演阿昌哥的妻子後 才逐漸展開知名度 飾演的角色越來越重 像是2008年和西亞黎碧芙的科幻電影《鷹言》 2011年和傑克·葛倫霍合演的《啟動原始碼》 後續電影也幾乎都是女一或是女二的角色 但可惜都不是那種超級大片 他不太算是好萊塢知名的一線女星 但我卻是很喜歡他的氣質與演技 寶拉·巴頓出生於1975年12月5日的美國加州洛杉磯 身高171公分 畢業於南加州大學電影藝術學院 他的母親是一名律師 父親則是一名教師 擁有德國、荷蘭和非裔血統 出場於不可能任務第四集中 飾演一名特務曾 2005年嫁給唱片製作人羅賓·希克 於2015年離婚 雖然寶拉演的電影都不是屬於大片 但跟他合作的人卻都是數一數二的大咖 像他的首部電影作品是 2005年和威爾·史密斯主演的《全民情聖》 或是2006年跟單左華盛頓合演的《時空線索》 2009年跟海豚英天后馬利亞·凱莉合演的《真愛人生》 2001年和阿湯哥的《不可能任務4》 2013年和單左華盛頓跟馬克·華伯格的《兩槍斃命》 但就算跟這些大咖合演了 他仍舊沒有特別的發光 最近的新聞則是說他跟驚奇隊長布莉拉森的33歲前男友約會 我是覺得他有一種自信的漂亮美 雷貝卡佛格森出生於1983年10月19日的瑞典斯德哥爾摩 身高165公分 畢業於阿道夫佛雷德里克音樂學校 他的媽媽是一名普通人 爸爸則是英國商人 擁有愛爾蘭、蘇格蘭、英國和瑞典血統 2007年佛格森和當時的男友生下一個兒子 兩人於2015年分開 2016年結識新的商人男友 並於2018年結婚 再生下一名女兒 佛格森13歲時就開始擔任模特兒 並拍攝一些廣告 學過很多舞蹈 也曾在瑞典一家舞蹈工作室教授阿根廷探狗 首部作品是1999年的瑞典電視肥皂劇 新時代 首部電影作品是2004年的逆水鬼 開始比較讓人知道的是 2013年的英國迷你電視劇《白皇后》 中飾演伊麗莎白·伍德維爾 而這部戲也是讓她被阿湯哥看到 進而揭演不可能任務第五集的英國特務伊爾莎 之後她便逐漸打開了電影圈的知名度 後面演的大片電影越來越多 像是2017年的大娛樂家 2019年鬼店的續作《安眠醫生》 或是2021年的《撒球》 我覺得她不太像是神力女超人那種女力 而是有種強悍中帶點優雅的漂亮美女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想表達的 海莉·艾特沃出生於1982年4月5日的英國倫敦 身高169公分 畢業於市政廳、音樂及戲劇學院 她的媽媽是英國人 爸爸則是美國攝影師 擁有英國和美國國籍 首部作品是2005年的電視劇《Whatever Love Me》 而最有名的角色就是 2011年電影《美國隊長》中的佩基·卡特 其中也以佩基·卡特 客串不少《復仇者》系列的電影 甚至是獨立影集 但在其他影視作品中 則是沒有想像中的紅 最大新聞應該是在拍攝 不可能的任務七十跟阿湯哥好上了 兩人交往一陣子 並於去年分手 今年初突然宣布自己訂婚了 並被男友上傳傳介紹 我是覺得她巔峰就是 美國隊長伊里的卡特探員那個時候 另外 也有幾位不錯的反派或領便當的美女 我們下期再找時間介紹她們 本次介紹中我個人最喜歡的 就是蜜雪兒這位女演員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誰呢? 好啦,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跟我一起討論 我是CPman 我們下次見,掰掰